好的 各位同学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看函数 那么在这节课呢我们将来看到是指数函数 我们在上节课呢给大家讲过了这个指数的运算 不知道讲问的如何呢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看由它引申出来的我们的指数函数的部分 那么这个指数函数什么是指数函数呢 我们对于这个指数型是A的B次方呢 我们如果说这个A是X 那么会是一种函数啊 这个B呢如果是X 那么会是另外一种函数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我们的指数函数是属于哪一种呢 来我们揭开它神秘的面上来 一般的函数Y等于AX方A大运且A不等于X属于啊 我们叫做指数函数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是在指数A的B次方这个地方 把B等于X对吧 就是把B等于X的话它就会是一个指数函数 当然这个地方啊A呢叫做底数对吧 X呢叫做我们的密 对不对 OK 那么对于A呢我们是有要求的 各位同学 对于A来说是有要求 就是A要满足条件是大运且A不等于 注意啊 是站在函数这个角度 站在函数这个角度呢 我们对A是有要求的 就是A要大运且A不等于 这个地方呢如果A等于1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吧 1等X方还是等于1 OK 那么如果A小于0呢 A小于0的话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A等于-2 那么-2的X方 由于我们X呢是希望区别所有指数 对啊 X希望区别所有指数 就是如果A是个负数对吧 比如说A等于-2 那么X如果等于一个1分之1啊 或者一个1分之1啊 对吧 这个是不是就不太好了 对吧 或者说我们什么这个四分之三啊 这样一些数就不太好 为什么 就是比如说2分之1 根号-2等于几啊 没有 对吧 那么-2开四字方根呢 也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对于底数A的要求 一定是大于0且不等于1 OK 好 这是我们的指数函数的一个定义 那么另外一个呢 大家需要注意就是 我们指数函数呢 直长成这个样子啊 什么叫做直长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一定是A的X的方这种形式 就是前面的系数呢 要为1 然后上面这个m呢 那个地方只有一个X 就没有任何多余的家伙 就比如说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就是3乘以2的X的方 这个是不是指数函数呢 是不是啊 这个不是指数函数 对吧 就是前面这个地方有个系数3 对吧 它的系数不为1 所以它不是一个指数函数 来去去看啊 2乘以2分之1的X加1次方 这个是不是指数函数呢 这个是不是指数函数啊 嗯 下眼看上去好像不是 注意啊 下眼看上去好像不是 对吧 但是呢 你稍微再去想一想 就是2分之1的X加1次方 注意啊 2分之1的X加1次方呢 会等于2分之1的X次方乘以2分之1 注意啊 2分之1的X加1次方会等于2分之1X次方乘以2分之1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拿出个2分之1 那么拿出这个2分之1和前面的2相乘就是1了 注意啊 拿出了这个2分之1和这个前面的2相乘就是1了 对吧 所以通过化解它会是一个2分之1的什么 X次方 对吧 那么这个肯定是我们的指数函数 因为这个A呢是等于2分之1的 然后它的形式呢 也是A来次方 这种形式 对吧 好 我再问一个就是 4的X加1次方 是不是呢 注意啊 4的X加1次方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来 4的X加1次方呢 会等于4 乘以4的X次方 注意啊 4的X加1次方会等于4乘以4的X次方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哎 我们4X次方 它是指数函数 对吧 但是前面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4 注意啊 4的X次方是个指数函数 但是前面这方呢 是一个4 它不是1 所以呢 它就不是一个指数函数 对吧 就是我们指数函数一定是严格长成这样 听清楚 指数函数一定是严格长成AX次方这种形式 OK 好 好的 那么这是关于我们指数函数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对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到后面的东西 来 那么要我们怎么 来判定一下啊 就是指数函数的一个简单的判定 第一个 函数Y等于M乘以一个三次方 M是个常数 是指数函数 则M等于几 M等于几 这方要是个指数函数的话 那么这个是三次方 对吧 那么相应的这方它就是个指数函数 那么要求说它乘个M以后呢 还是个指数函数的话 就只能是乘的是1 注意啊 如果说要求它乘一个M以后呢 还是指数函数的话 那么这地方乘的这个数呢 就只能是1了 对吧 所以呢就是M会等于1 对吧 来第二个 Y等于R AX次方它是一个指数函数 那么这个A满到什么条件 括号A是个常数 注意啊 A是个常数 对吧 它如果要是个指数函数的话 那么这个A满到什么条件呢 A满到什么条件啊 就是来 这个表达是呢 两倍A的F加一次方 就是你看上去 它肯定就不是个指数函数 对吧 那么怎样的函数 是个指数函数呢 就一定是A的F这种形式 注意啊 一定是A的F这种形式 对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去做一个化解 那么它可以化解成什么 就是A的F加一次方 会等于A的X次方乘以A 对吧 也就是说 R A乘以A的X次方 对吧 好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只要A是大一点且不等1的 注意 只要A是大一点且不等1的 那么A的X次方就一定是一个指数函数 对吧 现在呢 前面乘了个系数 它还要是个指数函数 注意啊 乘了个系数还要是指数函数的话 意味着我们这个 R A这个系数呢 要等1 注意啊 就是乘了一个R A这个系数以后 还要是指数函数呢 就意味着R A这个系数呢 要等1 对吧 R A这个系数等1的话 那么就是A呢 等于1分之1 对不对 所以最后呢 这方的结果就是A呢 等于1分之1 那么我们这个指数函数呢 会整成什么 这个样子 对吧 就是1分之1的X分 OK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就是函数Y等于4A方减3A 扣号的X方 它是一个指数函数 问这个A的曲子算为是多少 所以首先注意第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A录是个乘数 那么这个地方的4A方减3A呢 它肯定也就是个乘数 对吧 大家不要看他说 老师 这个4A方减3A这个形式 特别特别的复杂 对吧 特别特别的难看 是不是对它有另一个要求呢 注意啊 就是A是个常数 那么4A方减3A 它肯定也是个常数 就是这个整体 它一定会是个常数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你只需要去让它满足 我们本身指数函数的 底数的满足要求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指数函数 底数要满足什么要求呢 嗯 就是4A方减3A 对吧 要大于0 然后呢 4A方减3A 不等1 注意 4A方减3A大于1 然后4A方减3A 它不等1 对吧 好 这个 4A方减3A大于0呢 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A小于0 或者A 大于4分3 对吧 好 这个 4A方减3A不等1呢 那么就是4A方减3A 减1 不等0 对吧 因式分解下 就是4A A然后负1 然后1 那么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是A不等1 而且呢 A要不等于负1 好 A不等1 然后呢 A呢嘛 不等于负4分D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得到什么 结合我们上面这个范围 就是本身是负3到0 然后并上一个4分之3到正乎穷大 对吧 那么再把这方面的1和负4分D给去掉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负5穷大到负4分D 注意啊 负5穷大到负4分D 并上一个负4分D到0 然后再并上一个4分之3到1 再并上一个1到正乎穷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什么 我们最后这样一个结果 OK 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考察我们非常简单 基本的就是指数函数的一个判定 对吧 就是怎样的函数 它会是一个指数函数